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雪芹 马伯谦 这几位艺人要话题有话题 要流量有流量 要梗也有梗 当时的杨颖和黄晓明还没离婚 但是杨颖在节目中倒是很少秀恩赖 观众的兴趣点依然在她的演技与言论上 尽管是第一次担任恋宗节目嘉宾 杨颖的表现相当亮眼 不仅在节目里真情流露 而且心思特别细密 贡献了很多恋爱金剧 从而深受观众喜欢 郭麒麟双双在线 在凭借专业的优势 在观察时间时常抱更 给节目增添了很多乐趣 而且临场应变能力非常强 嘉宾经常拿她跟宋佐尔炒CP 都被她巧妙地化解掉尴尬的气氛 宋佐尔几乎是节目综艺的宠儿了 奔跑吧 忘不了餐厅等都有她的足迹 别看她年龄不大 看待爱情还比较佛系 通透 很有自己的想法 整体表现相当不错 凭借脱口秀成功出圈的李雪芹 成功地打入了综艺界 她坦言来这个节目 就是来学习别人怎么谈恋爱的 一副吃瓜的模样 观众说她像极了屏幕前的自己 马伯谦不仅是吃瓜本尊 还是搞笑担当 她自成一派 自顾自地吃瓜科糖 把科学家的倔强演绎得淋漓尽致 时常是令人蓬富大笑 然而 以上各剧特点的 五位艺人集体缺席 心动的信号物 着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杜海涛 七微回归 四季元老杜海涛再次挑起重担 回归第五季 继续担任主持 通过几季的锤炼 杜海涛已经彰显出了团魂气质 主持节目游刃有余 淡定从容 观察是气氛冷清的时候 能够挑起话题 引导心动侦探们交流讨论 也能跟随观众们一起 磕糖 吃瓜 如今跟神闷城多年的爱情长跑 也已经修成正过 相信新一季节目 会分享更多的情感心得 第三季艺人七微的回归 同样是令人惊喜 亮丽温柔的外表下 七微却是有着成熟 撒爽的欲解一面 尤其是感情这件事上 七微一直主张爱情是双向的 是彼此需要公开透明的 并且建立在理解 尊重信任的基础上 她始终相信 美好的爱情来自于彼此的坚定与信任 如此睿智又浪漫的七微 怎能不讨人喜欢呢 孟子艺严程旭加盟 孟子艺拥有清新甜美的外在形象 性格活泼可爱 本来很是讨喜 偏偏一路走来充满了各种争议 无论是拍戏还是录综艺 她总能制造事端 跟袁永仪一炒成名 在演员情就位中被骂是网红脸 上午十公里桃花屋 被经纪人喊话不要做 结果还跟郭麒麟对上了 甚至莫名其妙和张颤 张汉成了荧幕CP 尽管看似说话不经大闹 一副憨憨体质的模样 孟子艺的真实与真诚 却越来越受网友称赞 曾经对她颇有意见的网友 如今都被圈粉了 曾经对她 第五季有她在 估计会增添很多的乐趣 年轻一代知道 严程旭的人并不多了 8090后 只要一提流行花园 就一定会想到她 严程旭参加的综艺节目并不多 表面冷酷的她 也是第一次参加 恋爱综艺节目的录剧 期待她有超乎意料的表现 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从观察室艺人的配备来看 心动的信号物 无论是嘉宾的人气 流量及话题度 都不如第四季 但是由于第四季素人嘉宾 拉垮的表现 以及线下各种互赐 拉踩行为 导致节目口碑下滑 都盼评分四季垫地 就算是第五季观察室 嘉宾表现不尽人意 但只要素人嘉宾 言之扛大 素质过硬 心动的信号物 依然会成为 本年度恋宗节目的爆款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